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錢只是一個銀行系統 這就是銀行銀行 這是銀行銀行 這是銀行銀行 比特幣成為電影題材 而這個虛擬貨幣讓你一息致富 也可能瞬間輸到翻度 最近比特幣不斷暴跌 甚至有分析師預估 可能成為人類史上 最大的一次資產泡沫 這件事變成了 這次兩星期 你會賺錢 這都會結束 而且會結束很差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 比特幣高點逼近兩萬 大約新台幣五十九萬的驚人價值 但事隔一年氣勢大不如前 價格一口氣跌到三千一百七十九美金 一路慘跌跌幅超過八成 市值蒸發掉了兩千兩百一十二億 而且已經低於平均的挖礦成本 今年來講的話 基本上還是偏低的 那在明年度來講的話 要有一個持續走升的機率 我認為說也是相對低的 那如果在二九七九美元這個關卡 如果不能夠撐出的話 接下來就是在二九七九以下 甚至可以有機會會來到一千五了 分析師直言 比特幣續跌只是時間問題 目前只剩下中國和冰島 在挖礦上還比較有利可圖 因為這一些地區店價比較低 加上冰島還有可以幫助冷卻設備的氣溫優勢 但這一個投資界迅速竄紅的金銅 一年之內就風雲變色 讓比特幣玩家欲哭無淚 三例新聞中之委帶子會綜合報導